当台南市政府公务局基于防洪排税的考量 向水利署争取30多亿元的经费 要以三面水泥的工法来整治柴头港溪 这样的方式也引起环保团体的反对 在高度都市化的台南市 看到这样一条溪流确实令人惊艳 它没有像其他都市溪流被覆盖成道路使用 也没有被高度的水泥化而寸草不生 这条溪流叫做柴头港溪 然而它也充满了悲情 在台南市与台南县永康市之间蜿蜒流动的它 因为都市的发展 源头以及支流都消失了 成为都市的下水道 现在只剩驻流3.9公里 所以上面的台头港溪都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完全看不到了 完全见不得人了 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虽然说静在竹鼠是没问题 但是夏天来说夏天在这个地方 有潮了吗 会很凉 要不然就是说大家说这个地方很臭 那个地方变成不大不大臭 比到最后还没那么吵 柴头港溪已经没有清净的水源 现在我们看到的溪水全都是家庭排放出来的废水 河道上还有民众随意丢弃的垃圾 废水 垃圾 让溪流散发出阵阵的臭味 水质恶劣 溪里头几乎没有雨下 然而河川有致敬的能力 加上河岸的植物吸收了家庭污水中氮 磷等营养盐 降低了水质污染的程度 河岸茂密的植被 更提供生物多样的栖息空间 从高楼上看彩头港溪 真是令人惊奇 这条溪流两岸的植被 是附近难得看到的带状绿带 它是动物迁移的生态廊道 同时也可以调节都市的气候 是都市的氧气制造机 因此 当台南市政府公务局 基于防洪排水的考量 向水利署争取30多亿元的经费 要以三面嘴泥的工法来整治柴头港溪 这样的方式也引起环保团体的反对 第一起工程在市议员 以及环保团体的反对声中 已经以5700万发包 这短短的150公尺 在台南环保联盟做的植物项调查中 这河段有17种木本植物 39种草本植物 其他的生物都还没有栓进去 因为它中央有执行压力 假如没有达到九成的话 这个水利署相关单位要受处罚 而且这个是我们代办的工程 假如说今天没有这个中央经费 我们又恢复到零方案 零方案有淹水怎么办 崩塌怎么办 根据都市计划的法令 假如说我们跟人民经收土地 三年内没有开始使用的话 原地主可以买回 所以我们就为什么急着 也是急着 就是青年地要赶快来 来发包动工 影音 以我们民间团体的立场 我们尽量可以用生态公华 生态公华就是跟大自然 合而为一的施工方式 和这条河川的时候 可以生生不息 永远是柴头港基 不要变成 以后变成柴头港钩 然后从这个地图上来消失 为了整合各方的意见 公务局在10月27日 办了一场非正式的会刊 投资委员 我请教你 因为像我们台湾市 蓬上的天使 会交几条你了解 很多的 但是蓬上 因为买要大家自合也说 这样好 对啦 所以我们买 那是我们应该的手法 我们现在可以有更好的 如果我原来还剥七条 原来的这个创牌 圆壇 这是很重要的味道 对我们的气候 影响很大 这几个蓬上 我们这里会继续暖的 圆壇 而且总共有好 让雾亮改阐 这是最重要的 在整治计划中 其中有部分是做 家庭污水截流馆的铺设 然而要正式做好 还有好几年的时间 如何能解决居民 最关切的撤位问题 在嘉义县蒲子溪 环保署拨预算 由嘉义县环保局执行 辟了一块1.2公顷的高摊地 以生态的方式 来减少河川的污染 我们河川里面的污染 大概都是有机物比较多 那高摊地原理就是 把水抽上来以后 再利用土壤 把那个有机物吸物下来 那吸物下来之后 土壤是一个维生物 很好的承载体 那维生物会把有机质 把它吃掉 然后在土壤上面的一些草 植物也是会吸附这些有机物 把有机物分解掉 那使排出去的水的 有机物成分会降低 那达到那个 去除水中有机物的功能 经过我们几次 三次的那个采样的结果 大概污染的消减 大概有40%左右 柴头港溪整治工程 预算来自水利数 所以工程是以防洪排水 为主要的考量 至于水污染方面 中央主管机关是环保署 地方主管机关是环保局 因此 如果整条溪 以三面水泥工法做完后 水质仍旧无法改善 若是这些吸收污染物的植物 也故意消失了 水会更臭 当然两边边 这有安全过路的时候 我们工程的方法 一定要进入 工程的方法 要如何安全 工程有很多方法 包括生态工法 也可以来考虑这些问题 甚至生态工法 因为这部分 比较高 有一些优利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这部分 才加工 以传统工法的部门 但是不是烟酸 整条柜都把它抢起来 核桿都抢起来 最后 现主是第一集的是 我们这个核桿就不需要抢了 环保团体希望用生态工法 来整治溪流 到底什么是生态工法 简单的说 就是工程是以对生态环境破坏最小的方式来进行 让人与自然能够共存共荣 所以不管是溪流 海岸 道路 坡地处理 所有的工程都可以运用这种观念 生态工法在世界各国已行之多年 国内是这两年才开始发展 它最大的特性是因地制宜 没有标准的规格 也不能依赖国外的模式 必须依照台湾自然环境 来发展适合我们土地的生态工法 政府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开始建立国内生态工法的应用机制 生态工法我们现在是专业在推动 我们政府本身 我们是从生态工法咨询小组 请国相关的部会 现在是农委会 列政部的营丁室的国家公园 交农部 最重要的这几个部会 都成立生态工法的推动小组 他们本身提出生态工法推动的计划 他们现在已经拿起来 由公共工程委员会 主导生态工法的推动工作 从教育面 考试面 工程审核以及计划审核等等的机制 整体的 全面性的来建立生态工法的应用机制 但是要晓得生态工法其实要回味到它 根本就是它真的要做嘛 它真的值得做嘛 这个问题一定要先去解决 那它的河道本来就是够宽了 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树水的工法吗 然后再说我这个工法是生态工法 我想这是有点导果为因 所以第一个要确认 要从整个系统 对生态系统的深切了解 来决定说OK 一定要做 因为我有足够的理由 在这100公尺 他们要发报之前 我已经咨询很久了 可是他们都麻木不仁啊 所以我是觉得 我觉得应该要以更为那个 那个坚定的手法来把这100公尺改掉 不然永远都不会崛起 这个150公尺啊 我觉得这个议会有监督的力量嘛 代表民意啊 我们现在已经发报了嘛 他同时也跟那个 之前有协调过 就像他的建筑师手团啊 水利署 我们发报之后应该也可以 可以变更设计啊 可以啊 我们发报之后应该可以变更设计啊 为什么不行啊 其实水利署是蛮赞成用生态工法的 他们当初就有提出 我们发报之后还可以变更设计啊 为什么不行 你用价值工程的观点啊 是不是可以再调整 水利署 没有 水利署开会坚持要用这种 之前的会议中 对于89年的整治规划报告 工程顾问公司 曾经提出改变原有三面水泥的设计 但是并没有被水利署第六核专局采纳 在政府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 里面的水与绿的建设计划中 未来河川整治要兼顾生态与清水 以静自然的生态工法来整建河川 这样的政策能落实到基层单位吗 基层的工程人员了解生态工法的真谛吗 其实生态工法就是某种程度的心态工法 心态要去调整 为政者希望有心放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执行者 第一线的工程人员也是把心 把这个心态调整过来 不是在依赖规范 所以我用了规范 所以我就不怕被任何的挑剔 那么对于批评者来讲 也是一种心态工法 如果第一线的工程人员 我们已经很用心的在贴切 在呼吸这块土地 我们就要给它掌声 也希望大家能够包容 我们从原来的纯粹乡寒式的这种排水锅 现在开始打开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打开 但是中间已经打开一部分 做步道 那我想从这个基础 我们继续再做一个开放的方式 那希望也容许我们公务局 能够来局部来改进 那让我们能够兼顾到 这个我们的工作 还有我们的理想 水泥工法总是被批评破坏生态 生态工法则是被质疑安不安全 两者应该有对话的空间 也都可以再向上提升 在慢慢摸索出 台湾生态工法的面貌时 除了压力之外 也该给工程人员更多的支持与掌声 柴头港西在各界的努力中 未来会展现什么样的面貌 也相当令人期待 好 南下 南下